介紹雙方的選手 從他的右手邊開始介紹 畫面上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那位選手是吳蒂榮 一開始是吳蒂榮來發球 林曉銘在後排直接打一個掛網 是 哦 漂亮的一個對角 就是林曉銘在後排直接打一個大對角 而且加速非常的快 嗯 在去年 謝沛珍跟吳蒂榮 曾經在美國球大獎賽當中獲得女子雙大的冠軍 當然過去謝沛珍也曾經跟陳文新有過搭檔的演出了 嗯 嗯 一個快速的壓迫 一往輕打出去 嗯 還好 這一個球是 謝沛珍沒有打到 但是結果 是一個後場的出界球 嗯 之前林曉青也曾經跟洪思傑兩個人合作 打敗了亞伯的陳曉歡跟檢育錦 當然 呃 呃 應該是輸給了這個陳曉歡跟檢育錦 在呃 跟 台電A跟亞伯這個對決的時候 現在陳曉歡跟檢育錦 檢育錦現在基本上處於這個半退休的狀態 是 他們是以21比19 21比17 打敗了洪思傑跟林曉青 嗯 其實應該算是 有一點劣勢以 是 亞伯可能人手不夠 對 請這個 檢育錦 來幫忙打一個雙打 嗯 林曉青這個加速也蠻快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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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球還是打成了掛網 對 謝佩珍 謝佩珍的一個掛網 過去林婉青跟林曉銘啊 基本上 呃 比較少這個 參加各項的這個 國際賽事啊 對 嗯 謝佩珍打一個變線 但是結果球拍線也斷了 嗯 曉青 金 林曉銘的邊線出界 現在來到了比數7比5 劍內這個球 這個林曉銘的出角稍微慢了一點 所以這個球他沒有辦法做到分法的一個擊球 謝偉鎮的中間路線攻擊也確實造成了這個 林婉清跟林曉銘兩個人在出拍之間上有一點誤差 跳得好 跳得好 站在去 跳得好 出動 这个球是谢佩珍在昏球的时候位置没有打好 反而让这个林婉清做到一个借力实力的打滑 刚好打到这个吴丽隆的攻打 所以接触了这一波是对手吴丽隆跟谢佩珍的一波5比0的攻势 很好的一个直线攻击而且打到是一个空档 林婉清的花球直接后掌出界 现在比数已经来到了11比7 林婉清跟林小敏今年曾经合作参加过两项比赛 分别是印尼国际挑战赛跟越南国际挑战赛 总共打了一胜二负的成绩了 这是他们在国际赛的成绩 而且林小敏事上今年到目前为止还不满19岁 所以是一位相当年轻的选手 胜在1996年的12月 另外林婉清是年纪稍微大了一点 23岁还不满24岁 这球应该是出界没有问题 对是出界 非常幸福 结果要直接进攻 应该是林婉清打成了一个挂网 对 很快的进身压迫 压迫到了林婉清 林婉清 也是林婉清的边线出界 所以现在其实基本上这个谢佩珍跟吴立荣 两个人打的算是相当的比较稳定 对 而且只要通过的多拍 这个林婉清跟林小敏就容易出现的失误 从这一点我们看起来林婉清跟林小敏 两人这个双打的技术来讲 或许说都还有待磨练 不是太成熟 对 还是稍微比较嫩了一点 对 所以我们曾经多次在讲 很多球团可能教练只有一名到两名 不像这个像日本或韩国或中国大陆 他不同的也就有不同的教练 对 男子单打有男子单打教练 女子单打有女子单打教练 混双有混双的教练 是啊没错 女双有女双的教练 男双有男双的教练 那么我们这国内可能就是一个教练要交所有的这个组别 不可能一个教练所有的战术都惊严的那么透彻 这是很难的了 对 你像其实在台电来说 他的教练确实比较少 他就是现在林慧去总教练以外 就是刚刚我们所看到的男生的这个教练林世凯 他们现在还有可能他们想要再征聘有教练 而且应该是最近的事情 对 比较多的教练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 大家集市广益 或者是大家各种不同的教练 彼此都学有专精 对 让个人能够发挥所长 如果是一个专门单打出身的选手 他来当教练 你要来教他教人家双打 他自己本身可能都有欠学习 这有 事实上 事实上是如此 事实如此 对 这球已经调动了对方的中心了 不过刚刚防守的还是不错 刚刚是吴蒂荣防守的还是不错 我们看吴蒂荣啊 他在跟国内选手打球的时候啊 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所谓一定的数值 是没错 当他一旦碰到在苏黎曼碑碰到强度很强的国外选手的时候 那种表现跟在国内比赛的时候就差的很多了 对 这也就是我们转播很多不同的国外赛事 我们再来看看国内的比赛 我们就可以从中做一个比较 我们要做一个比较专业或者是内行的球迷当中 我们就可以在比较当中增长自己的见识 当然哦 尤其是因为在吴蒂荣我们之前就谈过 因为他一下子就打这个所谓的苏黎曼这么大的一个场次的比赛 可能在心态上还有整个压力上 他没有办法做很好的一个数导跟鲜線 所以打起来有一点没有办法发挥到自己应有的水准 对 因为吴蒂荣跟谢佩珍当中有两波5比0的攻势 现在已经取得20比12 遥遥领先了 有八个局末点 所以基本上谢佩珍算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球运 相对来讲稳定一点 对 但是他就是攻击的力道 因为个子毕竟个子比较小 攻击的力道比较稳选不足一点 谢佩珍身高只有159公分 体重有53公斤 不过这体重来讲也OK啦 但是身高 不过也不必因为这159公分的身高感觉如何 因为日本的女子双打第一高 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松友梅佐记跟高桥里滑 事实上松友梅佐记就是159公分 是 而且看起来感觉说不定松友梅佐记还虚报了 因为这个谢佩珍看起来感觉上比松友梅佐记要高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 感觉是好像有高一点 是高啊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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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阶 最终是打成了出阶 嗯 九公不下之后啊想打一个长球 呃 是与后场的压迫 没想到竟然打成出阶 让吴蒂荣跟谢佩珍的是以21比14 呃 蛮轻松的拿到了第一局 是 黄金大奖赛了 是 呃他将选择美国呃公开赛作为他付出的第一赛 那么之前在苏黎曼那算是呃国家的羽球比赛啊 不是算是个人的赛事啊 呃我们在想说如果说李中伟来的话 大概国内的选手可能只能抢第二了 哈哈哈哈 嗯 但是还有可能就是记这个消息来说哈 李中伟也有报名台北公开赛 哦那那更棒啊 嗯呃据说台北公开赛是该来的都来都来都会来 都来都会来 该来的都会来 对 呃不只是这个李中伟相信很多中国大陆的选手也会来 实际上呃中国大陆选手在去年也都是几乎 净凶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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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跟女双的是请操而出 嗯 好 是 林小敏的 一个 算是一个过渡失误 嗯 这个失误呢 让双方现在 比分应该是来到2比2了 哦 是 比分是来到3比1了 嗯 吴蒂荣这个球攻击的 应该算是相当有质量的一拍咯 嗯 嗯 这个应该也算是制胜拍啦 好 对 因为制胜拍呢 让对手呢直接把球跳出界外 哇哦 还是出界 对 林小敏感觉打起球来啊 虽然体型不错 但是 呃经验各方面稍微 不足了一点 对 而且好像感觉整体上的这个爆发力 还是有一点欠缺 嗯 嗯 嗯 相对的 林婉清个子比较小 但是好像 弹跳爆发的能力比较好 对 因为林婉清 呃 这边两个人年纪是有一段差距了 嗯 嗯 是 呃 将近有 呃 四岁 四岁多一点的差距 林婉清生在1991年的10月 而 林小敏呢 是1996年的12月 而事实上是 嗯 差了大概 五岁 五岁了 嗯 嗯 嗯 现在来到了第二局地龙跟谢天真 啊 一开赛呢 跟第一局的情况也差不多啊 呃 一开赛就打了一波7比2的攻势 嗯 花姐换归 嗯 也是一个超晚 还有就是换拍的换归 哦 嗯 嗯 嗯 这个是 林婉清 在 做这个防守 过渡的时候 打成华王 發球的是谢培政 看起来谢培政跟吴地龙呢是 雖然现在是 哦 不过刚刚要做一个往前小球呢 谢培政打成了华王 是 嗯 感觉上他们刚刚是虽然处于被动 但是 每一个分球啊 都 呃 相当的得清应手 对 嗯 而且 其实分的角度都相当的稳定 对 嗯 如果说你今天 林婉清跟林小敏 他们攻击的路线是比较缺缺变化 所以对这个谢培政跟吴地龙来说 威胁就不会太大 嗯 坦白说 以现在合作成功 对他们现在的阵容 光是 三大单打高手 带姿赢啊 徐亚庆以及白玉甲 他们只要有三个人 镇守这个三点啊 嗯 短期之内大概国内 没有其他队伍可以摇悍 合作成功的霸业 嗯 嗯 按照今天到目前比赛的这个节奏来看 应该不用第五点白玉甲来出马 白玉甲应该可以回家大概可以稍微休息一点 嗯 但当然如果说以现在目前这样的节奏的话 嗯 当然就是整体上 这个林婉清跟林小敏还是 的节奏是完全受到的 谢佩震 跟吴迪勇 找到 对 而且现在是 比分呢 来到了 十一比四 也算是大幅的领先来到了第二局的休息时段 啊 呃 看起来 呃 对手 就是林婉清跟林小敏啊 呃 要 从后面追上 你看 林小敏呢 跟林婉清呢 也 接着啊 走进就场继续比赛 嗯 走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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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现在林小敏跟林婉清他们的战术也 做了一点调整跟改变 哦 他们就是 在后场上 让谢佩坚你就在后场上攻击 就是把你定在后场 看起来 走进去 看起来 那个 在马上 在马上 在是 ymJ 雙方是經過多拍的來回 我看起來對 台電A 剛剛是林小米 直接利用對手 回擊質量不足的情況之下 一拍強過一拍 一拍距離 短過一拍 直接拿到分數 現在發球的這個是林婉清 今年23歲 這個球抓得好 突然做一個變將的分球 沒想到空中 被攔截 攔截的是謝貝珍 果然不愧是 老經驗的選手 謝貝珍是在場上年紀最長的選手 今年已經27歲 其他的選手都是相對來講比較年輕 在25歲以下 這球 直接在後場巴黎 結果打成了出界 來自拍攝 來自拍攝 下 是 回到了这个比赛的现场 这是104年全国羽球团体锦标赛 女子甲组的冠军争霸 由何库迎战台电的比赛 现在何库队在点处上面是取得2比1领先 谁赢得第三点 率先赢得第三点 比赛就其他结束 现在画面上我们所看到 穿黑色球的台电 何库队的吴蒂荣跟谢佩甄 应该是完全掌握了优势了 他们在第一群以21比14拿下 现在又是16比17领先 看样子 距离他们所需要的冠军 全队所需要的冠军 只在拿到5分就可以顺利的 完成15连霸 这是极为难得的一个成就了 对 其实何库不只是羽球连霸 他们的这个桌球好像 也连霸了蛮久的时间了 对 载到机会 这球回击的质量 应该是 应该不够平也不够快 反而让对手能够直接回击得分 这是一个小抛物线的球 是 现在在林小敏跟林婉清来说 他们又刻意把节奏给晃慢掉了 所以在幻漫中 再去寻找能够有攻击的机会 这两位选手今年 曾经参加了两项的国际赛会 分别是印尼的国际挑战赛 以及越南的国际挑战赛 总共打了一胜两败 那么其中林婉清呢 还跟田梓杰打过一场抗刷 距离吴立荣跟谢沛珍 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越来越近了 也意味着 距离合库队完成十五连霸 也越来越近了 如果这场比赛 吴立荣跟谢沛珍获胜的话 那么合作经过A队呢 就将以三点比一点 三比一打败了台电A队 完成了全国与球台队锦标赛的十五连霸 那么稍早呢 合作经过A队是以一比三 输给亚伯A队 亚伯A队的也递到队史上 成军七年来第一个 全国团体与球锦标赛的 男子怪兴 对 现在已经十九比八 来到了赛末点 也是一个冠军点 对拥有十二个冠军点 马上这个比赛 冠军就要产生了 果然是林小敏是打了一个挂网球 让吴立荣跟谢沛珍呢 在第二局以二十一比八 第一局是二十一比十四 直落二 打败了林婉清跟林小敏 也使合作经过A队呢 以三点比一点 打败了台电A队 顺利的完成了十五连霸 那么过去 从等于四几两天